大家好,歡迎來到巨匠現場尊人,我是主持人智慧 歡迎今天的韓文老師,安妮老師 大家好,我是安妮,歡迎老師 安妮老師很厲害,她的韓文檢定一直維持在6級的分數,非常的厲害 我們今天也想要透過鏡頭來認識一下老師,請自我介紹一下 我從國中開始就很喜歡K-POP,一直到高中都還是很喜歡 有時候也會看韓劇,所以那個時候就有立定的目標 然後大學就決定要念韓文系 喔,一跳考到韓文系 然後有在大學期間呢,通過系上的交換學生申請 到首爾的陳姓女子大學交換過一年 一年的時間,所以那一年有沒有發生很多事情 未來可以在課堂上跟同學分享 對,就是那一年就是要辦外國人登錄證 然後呢,還有辦韓國的銀行戶頭以及手機 對,對我來說都是很特別的經驗 很重要的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耶 那老師可不可以跟我們簡介一下自己的工作經歷 啊好,因為那時候大學畢業之後有擔任一些翻譯的工作 那麼目前是在巨匠的線上真人家教擔任韓文老師 對,那目前我帶的班呢,是從發音到初級的生活繪畫 是,現在超流行考韓文檢定,大家都想要考韓文檢定 那我們聽說老師其實沒有準備就去考,然後就考到了 哈哈哈,老師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韓文檢定是怎麼樣可以考到的嗎? 我當時是老師在上課的時候都有很認真的聽 然後自己回家也都會做複習、做練習 所以就沒有準備嘛 就沒有特別做很多準備 所以相較其他語言來說,可能韓文檢定它是比較可以容易考上的 但是兩個關鍵,一個就是老師剛剛講到上課一定要很認真 然後再加上自己寫寫看的這個寫作的練習對不對 對,所以相當其他語言真的就比較簡單耶 對,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那同學如果要考韓文檢定的話,記得要來上安妮老師的課囉 老師在線上教學的特色,自己覺得有哪一些呢? 我自己覺得是都可以即時的糾正學生的發音 然後教學算比較有耐心 哦,比較有耐心,那為什麼一定要即時的糾正它? 因為有時候即時糾正它,對就是挺有記憶比較快 如果讓它那個音一直都沒有糾正,放了很久 那到時候又會更難去糾正那個字 就走偏了 對,沒錯 那請問一下老師,我們知道同學他會回饋說 老師在課堂上面會不斷的跟他們的去互動 可以舉個例子嗎? 譬如說,是不是會讓他們想一想? 對,因為有時候學生他可能也不是真的聽錯 他只是瞬間那個字母的音看錯了 所以再給他一次機會,讓他可以再好好的檢視一次 對,或者是我們會給同學們一些提示 讓他可以自己想一想 最終是由自己找出答案 而不是老師直接塞給你正確答案 好有成就感喔 對,我覺得這樣 看老師上課好有安全感喔 就不會被慢 然後會被慢 會一直被鼓勵這樣 對,一直被鼓勵 對 那最後呢,我們想要請問一下老師 就是韓文很多人是追劇啊,追星啊 他們會想要學嗎? 那當然還有工作的 老師是在課堂上面 因為自己就是一個哈韓份子 所以就會跟同學聊這些相關的議題 對,我就會詢問同學們的動機 像有些同學們他只喜歡K-pop 那就會跟同學們聊K-pop 有些同學是喜歡韓劇 那就會跟他們聊聊 最近我看了什麼韓劇覺得很好 而且老師看的都很新喔 對,沒錯 所以老師就是可以跟大家聊到 你真的會很期待下一次的課程 那未來呢,同學 如果是想要針對發音的課程來上課 或者是對於考韓文檢定 怎麼樣去考到四級 然後怎麼樣去考到六級 很有興趣 或者是對於想要遊學 在韓國遊學的同學 跟生活會話要怎麼樣去練習 都歡迎來上安妮老師的課程喔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安妞 拜拜,安妞 跟那一段時間 我們會 Famous 我們會 אר